美國流行天后 泰勒斯正在進行世界巡演 沒有想到在巴西的演唱會 因為高溫導致一名年輕的粉絲猝死 當時也在現場的歌迷 對主辦單位禁止觀眾帶水進場 頗有為辭 死者家長也要求進行調查 美國小天后 泰勒斯在巴西舉辦世界巡演 頂著酷暑 粉絲們邊排隊 邊搭起帳篷乘涼 因為這幾天的巴西實在太熱了 高溫指數更是創下記錄 來到攝氏59度 酷熱高溫也導致巡演第一天 就發生一名女粉絲 因為熱衰竭送醫後猝死的意外 泰勒斯跟在instagram上發文 透過手寫信的方式 哀悼粉絲的過世 並宣布18號的演唱會將延期 有網友表示 泰勒斯創造一半層速度停止演出 請工作人員遞礦泉水 她親自拋給台下粉絲喝 不排除是太熱 場管空氣不流通 釀起這場悲劇 過世的女粉絲名叫安娜 今年二十三歲 她的爸爸表示 不理解為何女兒開開心心去看演唱會 卻再也回不了家 安娜的家人希望當局可以調查 演唱會場管是否禁止觀眾帶水入場 過程的管理有沒有任何疏失 巴西司法部長則宣布 政府將針對演出 及其他公共活動中用水問題 實施緊急規則 允許演唱會可以攜帶水瓶 公視新聞將問編譯